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勃 我是維恩 我們這次跟Sony合作 要用他們的Xperia 5手機 來拍攝在北海道的四天三夜自駕油 現在大概是下午的四點半左右 那我們這一趟北海道的旅程 會從韓館出發 韓館的機場呢 要到市區最快的方便的方法是搭巴士 東條終於在韓館會了啦 我們今天是住韓館國際飯店 搞飯店 check in 完之後 我們現在要到金森阿卡蓮嘎上空去看看 那邊的夜景如何 那我們首先帶大家來逛逛夜晚的金森紅磚倉庫吧 金森的紅磚倉庫是在1859年韓館開港通商的時候 首個營業倉庫 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倉庫是1909年蓋成的 美美的紅磚倉庫賺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去看更美的夜景 我們現在要來看世界三大夜景的韓館夜景 首先我們要搭乘車上去 現在已經在排隊了 門票一個人一千五百元 我身後反而就是韓館的百萬夜景 美不分數啊 接下來我們要去找晚餐吃了 到了出發 那晚餐我們就來吃剛剛有路過 只有韓館當地才有的 幸運小手漢堡的本店吧 我們的餐點來了 Chinese Chicken Burger 什麼叫Chinese Chicken Burger 糖醋雞 然後在後面還有一點那個美乃滋 吃飽啦 我們就準備回飯店休息囉 耶 吃早餐啦 太爽啦 早餐就吃這個 吃完早餐恢復元氣之後呢 我們今天要去看五陵波啦 好我們大概坐了二十分鐘的路面電車 現在下車準備要去看五陵波 我現在身後這是五陵波塔 我們要從五陵波塔上面呢 看五陵波整個樣貌喔 這地方是以歐洲的城堡都市 為藍本所設計的要塞 然後花了七年的時間興建 這邊除了可以看到五陵波的風景之外 這邊除了可以看到五陵波的風景之外 也可以看到這個韓館的城市喔 我們現在來到了園庭公園 來觀望這邊的歐風建築吧 韓館園園這邊有很多開港風山的時候留下來的歐式建築 接下來我們要回飯店收拾一下行李 去吃五川囉 我們來吃北海道有名特色的料理 湯咖哩吉田商店 它這個除了喝燒的蔬菜香點之外 還有一點點的微辣很好吃 好吃嗎 好吃天國 吃完中餐喔 不要離開這個小巧的可愛的城市 很晚啊 我們現在要去領車 開始我們的自駕遊囉 好那我們剛剛經過一連串的程序呢 已經組好這次的車囉 然後也提醒大家一下 在日本開車當然注意安全 然後它除了是幼駕之外呢 也記得要事前在台灣辦好駕照的地板 才可以使用囉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的景點是洞野湖 就是我們今天住宿的地方囉 然後從這邊大概開過去要三個小時左右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在洞野湖所住的 湖漢亭 我跟泉旅館啦 我們泉旅館完囉 晚餐之前帶大家在附近 都走晃晃囉 洞野這個地方由於在北海道 所以冬天的時候天氣特別冷 然後飯店外面有一個手湯 這樣子就是 手泡一下 哇 吃飯囉 豐盛的晚餐來啦 你手上那隻要幹嘛 這點火的 因為這家店可以自製蒙古烤肉 來來來來 炸 下火下火啦 就是我們 烤的沉旗思汗啦 哇 大口 大口喔 好吃 吃完飯啦 那接下來要回房間休息囉 大家明天見 掰掰 我們搭乘氣船之前呢 我們搭乘氣船之前呢 我們先吃點早餐吧 那我們坐完早餐到接下來往氣船的方向前進 好 我們現在來簡單講解一下幾個拍風景照的要素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大家可以多找幾個角度來裝你的風景 那不同的風景呢 就是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最適合的角度去拍攝 搭乘洞野湖遊覽船是今天的行程亮點 一趟收費1420日幣 帶回大約40分鐘 在室內與甲板上都能欣賞洞野湖的美景 我們看完超絕美洞野湖環湖的風景 現在準備下船囉 上車啦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已經全部武裝帽子戴上 然後應該隱約鏡頭中看的到飄雪吧 我們在雪中漫步的 沒錯 那請問我們現在來到哪邊呢 我們在福吉達西公園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看看這個在雪中的小秘境吧 冥水公園以天然泳泉水出名 被日本環境列為冥水白雪之一 雖然這個公園現在正在下雪當中 但是呢我們看到這麼絕美的景色 下雪值得啦 這裡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看到陽堤山 也被列為冥山白雪之一 好我們現在上車了 然後呢接下來要請我們的下一個目的地是哪裡呢 小福尊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雪中的瘋狂車程 我們現在來到小鎮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找飯吃 GO 現在是小鎮裡面拿一口雞肉料理 本店的名菜 半汁炸雞 哇 真的是肉汁噴發耶 它雖然是炸的 可是裡面真的好嫩 然後怎麼 一咬下去那個雞汁養它 吃飽啦 接下來帶大家去小鎮運河看看囉 小鎮運河於1923年完工 城市北海道海運的象徵 現在則因運河與紅磚倉庫的景色 成了小鎮必訪的拍照景點 另外呢大家在拍照的時候也可以善用這個九宮格的線 像我們現在呢就是把這個小鎮運河這邊啊 大概倉庫跟河面對準在這兩條線的附近 然後呢 把你想要拍的東西對準在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讓視覺的鏡頭 靠正在這個三分之一的兩個點的交會處 這樣子的話視覺就可以延伸到這個方向囉 小鎮運河除了我們來訪時的冬天積雪之外 在夏天以及夜晚的河岸煤氣燈點燃後 都各有不同的風情喔 因為河逛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到商店街去逛逛吧 我們現在來到小鎮必逛的借品通 然後帶大家看看很有名的店吧 這邊的建築啊有種明治時期的感覺 跟穿越其實有點像 小鎮這邊的玻璃宮頂點啊非常有名 不要說像是北一或大陣 另外呢在這條街上啊 有兩家最有名的小鎮這邊的甜點特產 一家是肥果樓以及六花亭 到第三天我們自己會帶到第一天 有種回到維命的感覺 大陣 Marie 到了第三天我們終於到第一天 像是從西司一定木車站出來啊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Pixel跳在後面啦 到第三天我們終於到第一天 到第三天我們終於到了第一天 有種回到文明的感覺 到了第三天我們終於到第一天 我們晚上就吃成吉思汗的本店 來到雜黃一定要試試成吉思汗烤肉 香嫩而沒有燒味的羊肉是最大的特色 跟香軟的白飯是絕配喔 我們吃完了北海道最著名的成吉思汗烤羊肉啦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在雪中散散步 那我們現在進過這一區 雜黃飯比較寬寬的地方叫食品喔 我們現在來到了Sapporo TV Tower 我們上來這邊還可以看到雜黃室的全景 雜黃電視塔位在大通公園中 是每年雜黃雪季與花季舉辦的地點 那我們最後再走到黎小路逛逛 黎小路這個商店其實要走過七個街區這麼長 那我們現在就在黎小路第一個街區 這條商店真的非常長 所以基本上你想要走一走 有沒有藥妝店、餐廳、服飾店等等 也有進油 我們吃完早餐要離開飯店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北海道神宮 我們現在來到大雪中的北海道神宮 北海道神宮建立於1869年 是奉明治天皇的朝令 為了要祭祀守護北海道的守護神而蓋 我們現在要離開北海道神宮前往下一個地方囉 這位是雜黃石器台 我們在雜黃石中心的散步啊 現在來到了建築物跟庭園都很漂亮的 北海道廳舊本廳設 這個建築啊 以紅磚廳設的名稱為名 建於1888年 是美國風格的辛巴魯克斯建築 我們今天中午吃的是微短四十五位 這家店啊在Tamedo View 3.55的高分喔 那我們吃飽飯 來帶大家去北海道大雪逛逛 我們現在來到了北海道大雪了 北海道大雪這邊真的很適合散步 那我們現在慢慢的散步 也就到雜黃車站 好啦 那接下來簡單分享一下 我們這次全程使用Sony Dispherify的拍攝心得 它配有三顆鏡頭 焦距是16、26跟50mm 能夠適用在不同的情境 也就是廣角的16mm鏡頭 來拍攝無對在意的風景 以及走路畫面 非常好用喔 好那第二點呢 是它有支援4K的設備 那因為我們拍旅遊影片 非常在意畫質的時間 所以它有支援4K 讓我們可以呈現更加真實 還有更加精緻的旅遊畫面 那第三個呢 夜拍的影像跟照片都非常清晰 超有我們對手機的期許 這次打敗以前使用的平價當影像機喔 第四個就是它有內建一個叫Cinemum Pro的App 就是你可以客製化去選你要的焦距鏡頭 因為這邊配備有16、26跟52 三個焦距 然後也可以自己選擇你要的ISO 快門還有白平衡等等的 那另外呢它最厲害的就是它有內建 八個不同的電影風格的濾鏡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或覺得適合這個場景的 來使用看看喔 那第五個 因為內建的防手震很不錯啊 所以如果只是素人的Vlog、手指或自拍放就夠了 而像我們這種注重我們品質的YouTuber 就是拍攝都是穩定器 然後配合內建的防手震 都拍出很棒的運氣跟品質喔 綜合我們剛剛介紹的一個特點 我覺得Sony Xperia 5真的很適合喜歡攝影的人喔 那我們現在到雜晃車站啦 以上就是北海道四天三夜自駕遊的介紹囉 接下來我們要到新千歲機場搭配街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影片喔 我是毛毛 我是薏仁 下次見 掰掰